上集我們已經說了選擇電視時要留意的地方 但很多版友都會想留意的就是黑位和顏色方面 但其實一部好的電視機 最重要是可以還原到真實的世界和導演想要出來的畫面 今集我們繼續請來 Jims 和大家去講解一下 一部電視除了幾樣東西之外還要留意些什麼 講到第三點 我們現在就講顏色的闊度 顏色的闊度 是怎樣看的 或者怎樣測試 怎樣留意的呢 怎樣留意呢 就要用這個表 這個大的外面 這個就是代表我們眼 全部可以看到的顏色 電視台用的 就是一個叫做RAC709 RAC709 就是裡面的三角形全部的顏色 這個就代表我們 我們全部看到的顏色的33% 如果我們去戲院 戲院就專業有個標誌叫做DCIP3 DCIP3就代表第二這個三角形 第二這個三角形就是47%的顏色 好的畫面 我們第一樣東西看就是Accuracy 準確度 準確度的經驗是怎樣來的呢 經驗是走街 走花園 去聽音樂 我們看畫面 就真的要留意 那個情況 顏色 那些草 真是怎樣 那個天真是怎樣 去聽音樂 那個燈光是怎樣 才知道什麼是準確 那拿了這個經驗呢 我們就要Apply 在電視上面 我們看電視 我們看看 電視是否真的做到那些色 那個顏色 像不像那一棵牆 或者那些顏色 像不像草 那如果那部電視 是可以做到那樣東西 我們就可以開始 說這個電視可以做到準確 Object-based HDR Remaster 這是一個 根據畫面裏面的不同的主體 去做不同的HDR的處理 即它HDR的位置 它就會做回一個優化 就不會跟後面那個 用回相同的HDR的程度來處理 Super Beat Mapping 4G HDR 這個會容易些明白 就是把這些畫面 會容易出現一些色隙 有效去減少 透過一個處理 X1 Extreme 有雙數據庫的處理 其中一個數據庫 是做Noise Reduction 即減順處理 另一個就是Super Resolution 可以提升畫面的清晰度 可以 得到達到現在的標誌 可以親自看 是一種各種的消費 就是每一個都可以 對於各種消費 之間 是個薩的 可以 每個月